哈囉大家好,我是Snowboard Mother Michael 好久不見,因為雪季真的太忙了,所以都沒什麼更新 這次的影片主要是想要彌補去年介紹岩月的時候 天氣沒有很好的遺憾 天氣好的時候,岩月真的是超漂亮的 岩月最好玩的是它後山的黑線 它的地形是有點像天然的飯館 雪況好的時候就會是一條充滿粉雪的飯館 超級好玩的,而且可以坐纜車一直刷 沒雪的時候就比較有挑戰性 飯館的旁邊也有一些小樹林可以進去 今天除了是暖冬,整體的天氣也很奇怪 突然一天超冷,下快100公分的雪 第二天又會回到快10度 昨天下的雪第二天就融了蠻多的 三月下的雪比一月還多 一月還不停的下雨呢 想要滑得輕鬆一點跟拍美照的朋友 岩月這邊有一條很長很寬的綠線 可以練咖啡啊,平花之類的 原路的風景也是超美 滑累了也可以去岩月有名的兩家咖啡廳休息休息 一家是他的可頌很有名 另外一家是斯康很好吃 來到岩月大家記得去試試看喔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,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